这人的大脑啊 一半住着天使 一半住着恶魔 这天使和恶魔日夜交战 这所谓好人呢 也不过就是 天使赢的次数比较多 可是恶魔从未远离他 顾小南 这可是你电视剧里的 经典台词呢 这网上到处都在转载 你可别不认账啊 你要是把我妈的话记那么清楚 就不会有什么婆媳矛盾了 说真的 要是哪天要真冒出来一个婆婆 整天对你说三道四的 你觉得你这日子能好过吗 开什么气啊 你不反驳我了 行了行了 这还没发生的事呢 为什么脑细胞啊 找到再说呗 你可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什么叫莫非地狱啊 我知道 可是现在不是机会 不可是呀 就算你觉得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就不是那百分之一的可能呢 说不定 你就刚好是那百分之一呢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神奇 看到你这么纠结啊 我也就开心了 果然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事情 还能不能愉快地做朋友了 从资料上看你是孤儿 那边没有登记具体的原因吗 我是被人气到还是有什么 这个不好说 因为当年的登记没有那么详细 分类没那么细致 那我 还有办法找到我的这些商工工吗 光靠你现在这点资料 恐怕有点困难 不过 你可以在你现在居住地的拍出所去申请 那他们来帮助你寻找情人 只要提供这个DNA信息 找起来也比较容易 DNA信息 是的 如果是意外丢失的孩子 父母一般都会到拍出所去做DNA登记 如果你的父母当时是做了这个登记的话 相信很快就找到他们了 那如果我是为父母遗弃的 我找到他们的概率是不是很低 依我的经验看 一般遗弃的孩子都是有点缺陷的 他看你不下 所以你寻找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谢谢 谢谢 这个我可以拿走吗 可以 可以 老公 你回来了 来来来 给我 累不累啊 还好 这是什么呀 我看到隔壁小区有人在搬家 把这些都扔了 多浪费 所以这个 这不是饭店里用那种纸巾吗 我数过了十五大包 每包里有十小包 这么多呀 太好了 上次咱家纸巾都让我用完了 老公 你也真厉害 在家缺啥你就能捡回来啥 我什么呢 老公又不是捡破烂的 老公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我老公最厉害 摩摩当 这可不是普通的纸巾 那 那是什么 这不就是纸吗 这是能源 能源 行 老婆 你知道我们一个人 一生正掉的纸张 为了造这些纸 得砍掉多少数啊 不知道 说到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沉重了 好